觀眾朋友你好 上禮拜是3月8號國際婦女節 我們來談談所謂的 從美國好萊塢所發起的MeToo 也就是性騷擾 性侵害 一連串的事情 這些受害者呢 隱忍多年之後呢 終於站出來控訴這些加害者 從美國開始發起席捲整個歐洲 再到亞洲 包括韓國總統的接班人 在卸所謂的政治民心 因此呢 重箭落馬 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上禮拜是我們談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為什麼全世界都席捲 這個MeToo的運動當中 唯獨台灣 難道台灣不嚴重嗎 可是話才說完 隔了一天 台灣就發生了兩件事情 在高雄某一間國小 一個體操隊的教練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有已經成年的當時念國小的 這些女選手們 控訴這名教練 長期至少是在二十一年前 就犯下了害人聽聞 令人罰指的性侵的案件 而光一個人呢 可能性侵的時間呢 就高達十年以上 而且不只一個人 所以這是不是台灣的 MeToo版本的爆發 這件事情在爆發之後呢 這一名教練呢 在用三十萬交保 檢方現在還在調查當中 這是否又意味著 台灣教育界長期縱容 隱忍 縱容讓這些事情 一再的發生 但是並沒有積極處理 才會導致這麼多的受害人 每一次經歷過 這樣慘痛的事情之後 據他們的說法 每一次就好像死去一樣 般的這麼痛苦 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 難道真的是司法界 帶頭縱容 性侵 性騷擾罵 原本呢 在一間法院的一名 陳姓法官 因為他性騷擾他的助理 而助理挺身而出去 檢舉他的老闆 這名法官呢 不但呢 用強的方式呢 牽他的手 不但用雄暴的方式 甚至用強吻的方式 原本呢 法院決定要治理職務法庭 說這個呢 實在是情節太重大 侮辱司法界的這些形象 不足以擔任法官 因此呢 判決這名陳姓法官 免職 不得再擔任法官 可是後來呢 又重新再審 這個法案 這個案子 後來的法官認為說 情節也沒那麼嚴重嘛 這個所謂的 還符合社會規範 而且呢 當時說八個證據呢 其實算一算 查了一查呢 也只有三個證據 是他們認為是事實 因此呢 從原本把他免職法官的這個判決呢 改過來 改什麼呢 罰錢 罰了呢 兩百多萬 可是想一想 他如果是免職的話 他在他那時候呢 用所謂的其他職務退休 一個月頂多拿到六萬塊 如果是用法官退休的話 他一個月呢 可以拿到十六七萬以上 算一算 他真的賺很多很多 難道是司法界官官相互縱容 這種性騷擾的情形嗎 今天再來好好談這個題目 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立法委員 游美女 主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歡迎是司改會的專職律師 陳玉婷 陳律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動物大學健康諮商中心的主任 姚淑文耀老師 大家好 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 馮喬蘭 大家好 先來看看法官 怎麼可以這樣子縱容 法官認為說呢 八個事實裡面呢 只有三個呢 是符合他們後來調查的 前面五個呢 要嘛說 這個報一下呢 還好符合社會規範 又或者是說呢 他其實沒有包庇這個助理 沒有違反法官的職務 因為其他人都知道說 他有一些該做的工作沒有做 然後呢說 那根據後面這三個事實呢 包括說強文啊 包括說言語一直騷擾人家呢 這個說情節喔 還算輕微啦 所以呢 把原本這個法官免職的判決呢 改變變成說罰錢了事 難道這個訊息是告訴大家 有錢 你就可以做性騷擾的事情嗎 來看看 再度來到監察院陳情 私改會不滿 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前法官陳鴻斌 涉及對女助理性騷擾 原本是被職務法庭判決 免去法官職務 但全案再審候 在今年婦女節當天 陳鴻斌卻被改判 只需要罰一年的薪水 大約是兩百多萬 批評這判決太過離譜 職務法庭還用陳法官曾經為被害人介紹對象 認定陳法官深具悔意 那這個理由我們認為是非常的荒謬 私改會更質疑 職務法庭的審判長並被依法官法規定 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委員長石穆青來擔任 明顯程序有瑕疵 前法官陳鴻斌是被指控 從2012年12月對女助理性騷擾 親吻女方的嘴角 女助理表明拒絕後 還是接連受到陳鴻斌的言語騷擾 最後女助理則在臉書PO文訴苦 事情因此曝光 陳鴻斌遭到監察院彈劾 諸法庭在2016年判決 免除他的法官職務 陳鴻斌不服提起再審 諸法庭再審之後 認定陳鴻斌在原判決的八項不當行為 只有三項成立 不應該受到這麼重的懲戒 因此改判只要罰款 藉代表陳鴻斌能以法官身份退休 因此多領千萬的退休金 這樣的判決引發議論 陳鴻斌在審庭的受命法官陳志祥 在上廣播節目時則回應 陳鴻斌的行為並沒有嚴重到 一定要剝奪他的法官職務 我覺得這個才是法官可貴的地方 如果法官可以按照法律良知審判 做出不同的判決 不要迎合輿論 才是法官角色的偉大的地方 不服遭到批判 陳志祥是強調陳鴻斌 只是試圖發展婚外情 並非所有行為都涉及性騷擾 所以判決有理 而職務法庭的組成 同樣一切合法 記者 宗佛寗 唯 您也是一名職業律師 如果法官都說 看媒體報案 然後社會輿論華然 然後就給他判重罪 然後呢 所謂的大家覺得沒什麼 就給他判清罪 那媒體記者來當法官就好了 你贊同這種說法嗎 我想這個問題最主要的是在於說 法官本身的性別意識 因為事實上 我們知道說 在工作職場 即使是同志之間過度追求 人家不願意 然後你一直在追求人家 過度追求都構成職場的性騷擾 何況今天這個女助理 跟他的法官是直屬的關係 這有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甚至他所有對他的性騷擾 都是在他的這個所謂的 助理的這個續聘 那助理的續聘的職權 就在法官跟庭長 所以呢 他因為擔心他的這個 會工作沒了 因為如果不續聘 他就沒工作了 所以呢 他就只好屈從 所以這些都構成 所謂的交換式的性騷擾 所以性騷擾其實有兩種 一個就是敵意識的工作環境 所以今天在這個 就是後來把他改判的 這個職務法庭 他們認為說 原來這個成立性騷擾是八件 那現在呢 只剩下三件 所以依照比例原則 原來判決要免職 那現在呢 因為因為只剩下三件 所以依照比例原則 所以當然就趕快改判 變成這個法一兩百一十六萬 所以他們覺得說 這還很嚴重 但是他完全忽略了 第一個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是 他把他從所謂的法官 想要發展婚外情 所以呢 他的發展婚外情未遂 那我們要看看的 你發展婚外情 你要是兩情相悅 人家一再地拒絕你 而且在這裡就是說 你是一個上下不對等的關係 並不是你跟同事之間 你去發展婚外情 如果這不構成性騷擾 那那麼多的校園 私生間的騷擾案件 那通通都不成立了 沒錯 就會變成全部都是私生鏈 老師想發展婚外情 所以給你學生怎麼樣的時候 你說這個不是性騷擾 這個是他想要婚外情 所以你會看到的就是說 對於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 而且又是你的直屬 然後你用這樣的方式去對待他 那他因為涉予你的權力 他不敢拒絕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你說 因為因為這些都不成立 所以他認為不成立的就是說 他去抱他 然後呢 他他說不要 所以他就停止了 這就不構成性騷擾 那對不對 你去抱人家 你未經人家的同意 對不對 違反人家意願 去抱人家 人家跟你說 NO 你說你停止了 所以他說這個情有可原 然後呢 他生病的時候 他去買了一個很貴重的禮物給他 你是他的長官 他是他的下屬 然後呢 他要他說 送了一個相機給他 然後要他去山上去照相 然後呢 到山上照相下 把他載到宜蘭去 然後跟他 他跟他拒絕 然後呢 他跟他講說 我這個不再去騷擾 不再去這個山騷擾 你是希望說 你對別 你是要讓你好好的去讀書 對不對 不是讓你去交其他男朋友 去跟有婚之戶 去發展婚外情 這個已經逾越了那些界限 我看那個判決 還有一個最荒謬 然後 我騷擾了他之後 然後呢 我跟說 不然我介紹個男朋友給你認識 這個就叫代表說 我身具回憶 所以齊情可明 這也算了 不過我要請教一下陳律師 今天司改會也出來 批評這個再審的這個最後的判決 我們來看看 法官性騷擾 原本的判決是什麼呢 是說 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 陳鴻斌呢 在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 到一百零三年六月 多次喔 不是只有一次 多次對女助理性騷擾 包括什麼呢 說要給人家牽手啦 或擁抱 他其實不只啦 不只是說要求 他其實實際有做了 再來呢 在之後還撩撥頭髮 人家沒說要跟那邊問人頭髮啦 而且呢 在車內試圖進行親吻 這也不精確啦 是真的有親到了啦 是親到人家拒絕 很嚴厲的拒絕之後呢 他才沒有再進行去下去 全案呢 是經由法官自律委員會 送法官評鑑委員會 司改會也要求評鑑 那所以法官評鑑委員會 決議送監察院 是送了監察院 監察院做了彈劾 這個決議之後 再回到法院 你自己要看 你除了彈劾 你自己要怎麼樣行政去處理他嘛 然後呢 司法院有一個職務法庭 概念上有點像立法院的 自律委員會啦 自己來處理 自己犯的錯啦 做出懲戒的判決 這個呢 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 第一個法官 因為性殺老 而不得擔任法官職務的這個判決 然後呢 說是因為情節重大 那他傷害了什麼呢 是嚴重損及法官的尊嚴 哪一個法官會去性騷擾他的助理 如果我們可以容許這件事情的話 社會對法官的形象又會如何看待 因此司法形象大受傷害 所以呢在這個情形下 決議免除這名誠信法官的職務 轉任法官以外的其他職務 這個是民國一百零四年做出的判決 然後呢 在今年三月八號呢 司法院送給婦女們的一個大禮 就是說呢 這不用免職罰錢就可以了 言下之意說罰錢就可以摸了啦 我們來看看 最後這一次在今年的這個新的判決 我們來看看 拜託 我們來看看第二章罰款了事 他說呢 因為程序的問題 其中有一個那個誠誠法官 應該迴避沒迴避 這技術性的問題啦 所以可以再審 那再來是說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看說 那個所謂的性騷擾原本認定的事實呢 後來的法官認為說 其實只有三項不是八項 那包括說在辦公室的短暫擁抱呢 這是符合社會規範 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處於同一個社會啦 是哪一個社會 至少在臺灣我所理解 很難有那種可以不經人家同意 給人家短暫的擁抱 而這不屬於性騷擾 那為什麼不去免除他的職務呢 為什麼要改判呢 而且只罰退最後月退縫總月縫的總額一年呢 是說只有三件事情行為不當 其中五件他查了查呢 要嘛就是符合社會規範 要嘛就不是事實等等的 然後呢 證明陳姓法官呢 沒有不良的塑形 以前的表現也還可以 不過他有三次那個考基斯一等的喔 然後呢 並沒有不適任法官的情形 而且呢 他還幫這個女助理找對象 所以 這第二的法官呢 這個第二判的這個法官認為說 這個陳姓性騷擾人家的法官深具悔意 而且試圖要緩和或彌補 他已經申請退休了嘛 又六十五歲不會再擔法官了 所以 罰兩百多萬還算重 那審判長林文中受命法官陳志祥 還有陪生法官謝靜慧 郭蕊翔陳天璽 其中 唯一一名的女性法官謝靜慧 辭去這個行政職務表達嚴厲的抗議 這件事情對司法改革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陳醫師 是 那我認為呢 就是這個判決呢 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職務法庭呢 他忽略了這個職場上 這個上對下的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喔 那其實我們知道 就是他在邀約助理到政大河畔去牽手散步 還親吻助理嘴角的那一天 隔一天其實就是法官要決定 要不要續聘助理要開會的日子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權力濫用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事實 就是讓我舉個比方 就是你明天就要 老闆就要決定要不要續聘 你明天可以決定 我有沒有工作 結果你今天邀我去外面散步 還給我搶吻 對 那你做這些事情 我敢反抗你嗎 我敢去縮步嗎 如果我說不 我明天可能就丟飯碗 我認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個資本去 嚴厲的去反抗被害人 去勇敢的縮步 那在這個情形就其實也是一樣 他其實處在一個弱勢的位置 他其實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說不就縮步 我丟工作就丟工作 好像很理所當然 司改會的立場是什麼 包括說剛剛另外一名就是做出這個所謂的改判的判決的法官 講說司法是獨立的 法官是獨立的 不可以因為輿論的輕重而判決有所輕重 必須秉持專業跟獨立的精神 如果說這個情節是輕微的就不應該判那麼重 看起來他認為情節是輕微的 司法獨立這件事 是 那司法當然是獨立的 那但是當你作為審判依據的事實認定 已經很大程度的就是超出社會的常識的時候 像比如說他拿烤機去為這個陳法官來做一個開拓 那但是事實上我們剛剛也提過了 在職場上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 性騷擾的情況是很少會被提出來的 那這當然也不會反映在烤機上 那你用烤機來為陳法官做開拓 說那不是很奇怪嗎 因為烤機是根本不可能會反映出這個性騷擾的事實 是 是 還有另外一個 他用曾經幫助理介紹對象 這個來認為他身具回憶 對 那但是一個法官做出一個不適任的行為之後 他是否身具回憶 其實跟他適不適任法官其實是完全兩碼著事 如果身具回憶就可以減輕責任的話 那我們的法官在審判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用一樣的標準去審判我們人民 直接請教 所以就司改惠或是您的立場 您認為這名性騷擾的法官完全不適任法官 是 完全應該把他免職 是 我們認為這些騷擾的行為就是一個不適任的表現 喬拉您怎麼看這件事 關於那個他是不是認的部分嗎 都是 整件事 當然我覺得這個法官覺得不是人 那另外一個我剛剛一邊聽一邊思考這整個的問題 因為其實整個司法體系他雖然是 我們後來也都要求一些公開審判等等 但基本上司法體系還是一個蠻封閉的體系 我覺得這種蠻尼體系跟我們在遇到校園的狀況是非常的類似 在這種體系當中權力會互衛權力 OK 瞭解 我們剛剛一直在提到說 這個明明明明我們一般就像我們一般老百姓好了 就當我們一般老百姓 我們當我們遇到有人強吻 有人強暴 有人一定要一定在運用你對他有所求的時候 對你強鎖一些身體上面界限的餘飯的時候 你都覺得是騷擾 是不舒服的 而且在任何一個職場在校園當中 這都屬於性騷擾 但是卻在這一次的案子當中 卻在職務法庭當中 由一群法官來幫另外一個法官來決定 他這個似乎是騷擾 卻沒有其他 卻沒有更多被害者的聲音 這就好像我們在遇到教評會的問題一樣 我們當時處理很多校園的性騷擾 性侵害的案子 在修法成功之前 有好多老師侵犯女學生的 甚至是不只一個 不只一年 但是教評會都沒有解評他 教評會把他當成是個人的行為啦 不足以影響教職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 這還是未成年者喔 他是在學校當中 他應該受我們的保護 應該受一個教育上面的啟發 應該他的基本權益不應該受損 卻會在學校當中受到侵害之後 學校裡頭組成的教評會 沒有為他主持正義 這就是全權相互嘛 權力互為權力 然後另外呢 我們也遇過 剛剛提到那個法官的性貧意識的問題 剛剛委員提到那個事情 因為我們處理比較多是未成年者 但是會遇到就是 譬如他是滿十六歲 合意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看都很清楚 老師對學生一定是權勢關係 師生戀存在的空間 幾乎等於零 尤其我們所面對的高職 高中這個階段 但是我們上法院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要去證明他被脅迫 因為法官的問話過程當中 是不斷證明說 你是合意 你多抵抗 你真的有抵抗嗎 那對一個孩子來說 當他要站出來 控告好的老師 他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那常常還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被挑很多細節 就是你如果覺得是被他侵犯 你怎麼會在心情不好的時候 還去找這個老師談話呢 就是剛剛有提過說 這個很多優微的狀況 是要整體判斷的 你不能夠 因為這個孩子會心情不好 找個老師談話 結果他就表示 他被老師強迫 被侵害的時候不是侵害 但這些事情是我們在法庭上 也常常要跟法官對抗的 也就是 我們很多法官對於這種受害的狀況 對於受侵害的狀況 尤其對這種權力不對等的狀況 是非常不夠了解 非常不夠清楚 而常常讓被害者 其實遭受很大的傷害 我們遇到不是單一的個案 而是普遍存在台灣所有社會 就是那種權力者跟權力者 彼此包庇 袒護的情形 老師跟老師 彼此包庇 袒護的情形 所謂的權權相互 師師相互 到這邊叫做官官相互 所有的情形都是一樣 其實我覺得在這裡面 剛剛一直特別提到的性別意識 其實性騷擾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是 我們怎麼去認定那個性騷擾的問題 由誰來認定 我們可以看這次的職務法庭裡面 是四男一女男肉作為這樣一個認定 其中裡面有八大項裡面 我們認為只有認定是三項成立的 另外那五項為什麼會覺得不成立呢 甚至我們非常多的理由去解釋 他的一個合理化 甚至他其實是可以被原諒的 是可被接受 可被公平的一個行為 但是我們忽略 在這裡面 完全是一個叫做陽剛文化下的一個性騷擾的問題 性騷擾我們非常重視 男女在成長過程當中 對於所謂的一個叫做界線 身體上的接觸 還有所謂的行為表現 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所以我們從性騷擾理事件裡面 我們本來認為這是一個叫 只要他是一個合理的被害人 所以這一名受害的女馬官 他絕對是一個叫做合理的被害人 他在工作過程當中 他非常嚴謹 但是接下來我們再看了 我們為什麼會特別從所謂的一個叫做一般人的經驗 去從女性的生命經驗去看待 那就表示說 當你今天要做這行為的時候 以一個男性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我跟你摸摸頭髮 這表示我對你的這個表示認可 我對你的這個表示好感 但是問題對一個女性而言 我們兩個人之間是有界線的 你不應該隨便碰觸我 所以我必須從女性的社病經驗裡面去看 是 可是在場裡面 我們四男一女 這樣子的一個判決 跟審理的過程當中 完全站在陽剛文化裡面 去看待一個叫做男性所建構之下的性騷擾 我們上禮拜四的時候在談說 為什麼台灣沒辦法產生me too 這種席捲的文化跟運動的時候 那紀惠龍那個執行長有談到說 因為所謂台灣人太重視關係 不希望關係被搞砸 或是你出來舉證的時候 人家說你不要破破關係 你把氣氛弄得那麼僵 可是我們在談這件事情 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要出來指控誰誰誰騷擾性侵的話 跑到司法程序 上禮拜四我們也談 就有檢察官問說 他騷擾你的時候 你當時怎麼沒大叫 所以搞不好你是情投意合 他如果性侵的時候呢 為什麼 或是他逼你口叫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咬斷他的命根子 那完全是極度荒謬的想法在辦案 如果說我們這個法官認為說 勾肩搭背啊 雄報啊 新聞啊 不是性騷擾 只是要發展所謂的婚外情的這個關係的話 多少個性侵案 多少個性騷擾案 送到我們的檢察官 送到我們的法官手裡的時候 他會用如何的這種傲慢 或是羞辱的方式去質問這些被害者 在這樣的壓力下 誰敢出來指控 那就是臺灣最嚴重的問題 不過我們來還原這整件事情 我們先來看看在民國一百零五年 為什麼要對這名陳姓法官做出免職的這個判決 我們來看看司法院職務法庭 在民國一百零五年的新聞稿 那因為是新聞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那個所謂的泄密 或是違反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 當時的職務法庭認為說 你明明知道 就是這個陳姓法官 明明知道法官跟助理之間 就是權力極度不對等的 這種配屬關係 權力不對等 那陳助理呢 就是受害人呢 也為了這個重新領聘 有沒有下一步的工作 很擔心 很煩惱的時候呢 你這名陳法官多次在辦公室內說 我很感動 就要給人家牽手 就要抱人家 而且呢 單獨呢 開車邀請陳助理說 你帽子戴上來 我們去逛Costco 以免被同事發現 再來是說 這名助理有連續兩次延遲辯論的資料 該交給庭長還有陪審法官 他沒交 或是晚了交 結果呢 這個陳姓的法官呢 刻意地去隱瞞 去包庇他 再來呢 特別是在續聘徵會議召開的前夕 明天要決定我可不可以有工作了喔 然後今天晚上你要我去散布 然後強吻我 然後呢 說可不可以牽手啦 沒有經過人家的同意啦 就直接對他親吻舉動 再來呢 是說這個助理呢 因為騎腳踏車受傷了 本來是請工商假兩個禮拜 結果法官呢 說 兩個禮拜不夠 我幫你爭取到請一個月的工商假 這有沒有違反所謂的法官的行使他的職務的這個 或是行政上的這些為師 再來呢 莫名其妙送人家價值兩萬塊的相機 送了之後說 我們要來校對一下這個判決的草稿 校對在辦公室 校對就好 說要跑到新竹或宜蘭山上去校對 然後人家說不舒服 所以拒絕他 再來呢 在一百零三年 其實事情已經過了一陣子之後 所以這又可以如何看說 他是所謂的聲句回應呢 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還在辦公室裡面 出手撩撩 陳姓助理的頭髮 然後呢 這名法官說 我心裡面還有灰燼 還會死灰覆燃啦 你如果要跟我做會 你去跟別人 那個有母的做會 我會很生氣 很生氣 說實在 關他屁事啦 然後呢 所謂的這件事情 這個法官呢 很明顯已經超出 法官跟助理之間的奮計 證明陳姓法官言行不減 已經嚴重損害了法官的尊嚴 還有司法形象 因此決議免除法官職務 轉任法官以外的職務 這個是在一百零五年的判決 然後呢 在今年三月八號 也就上個禮拜四 做出一個全新的判決 這也是讓各界華然 什麼判決呢 剛剛講說要撤除職務呢 廢除這個判決 不用撤除職務 繼續幹法官 雖然他已經退休 但最差 最大的差別是說 用法官退休金來論計他的月退縫 那罰款 就是所謂的那個最後的月縫 一年兩百一十六萬 然後呢 為什麼要再審 這個理由啦 那之後可不可以再再審 這個要再看 能不能行程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說 這個情節不嚴重 首先說呢 這一次的這個法庭認為說 事實原本說有八項 現在只認為有三項 其中五項 在法官認為不成立哪些呢 第一個 在辦公室內短暫擁抱 這不構成性騷 第二個 幫女助理付錢 這不構成性騷 第三個 買相機送他 不是性騷 第四個 邀請他上山拍照 也不是性騷 怎麼說呢 他說呢 經所謂的我們這個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呢 我可以獎勵你 或慰勞你呢 送你一些東西啦 所以送相機沒關係 那可是呢 所謂的雄暴這件事 難道真的叫做 並未逾越當今社會的社交規範嗎 這是一個爭議 再來呢 所謂的第三件事實呢 其中第一件 沒有經過人家同意 就親他的左嘴角 第二件呢 就是講說 我心情很好啊 你如果不要跟我發生什麼樣的關係 跟別人 已婚男性邀約的話呢 我不會原諒你等等的這種言辭的騷擾 第三件呢 說到辦公室裡面呢 人家要走 結果這個誠訊法官 門 他是用扶著啦 就一定是把門擋住 不讓你離去 這有沒有強制罪 我不曉得啦 但是 經過這個誠訊助理呢 這個赫止之後呢 他沒有繼續擋 所以這三件事情呢 後來的法官說 確實有爭議 可是呢 沒有構成說 要免除他法官的足夠的理由 特別是說呢 第一個 事實已經變動了 八項事實變成三項的事實 我剛剛也跟委員在比喻 如果我捅一個人 八刀 然後這個人死了 後來發現說 我其中五刀呢 捅偏了 然後只有三刀捅中他的要害 難道我的刑責只剩下八分之三嗎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 那豈不天下大亂 我再請教一下委員 第一個 情節不嚴重 第二個 事實基礎已經改變 因此呢 所謂的上面這三個行為 上屬輕微 而且跟以後呢 他當法官審判無關 因此罰錢就好 委員 一個性騷 就性騷擾的這個行為 尤其他是處在一種 權勢不對等的情況之下 這是不能夠把他切割的 所以剛剛這個 主持人提到說 我今天把他砍了八刀 結果原來法院判決 判無期徒刑 然後呢 後來上訴到高院去之後 他發現這八刀呢 其中只有三刀 這個是砍中要害 其他的都沒有砍中要害 因此呢 依照比例 所以可能變成要把他減刑到 可能只是判這個幾年 我想大概沒有人可以接受這個吧 所以事實上很多的事情 你是不能夠把他去切割的 那在這裡我們會看到的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說 他到底是不是任法官 因為我們看到 所有這些的師生的性騷擾 或是這種所謂長官對屬下性騷擾 往往拿出來的就是說 這個人過去表現良好 我想最早的校園性騷擾 就是師大的性騷擾案 發生在一九九四年 然後那時候也是說 欸 這個教師他是優良教師 是 而且呢 這個學生呢 跟這個教師之間呢 已經這麼久了 所以呢 他們兩個應該是屬於師生鏈 但是你會看到 老師對學生 他誤有他的這個所謂的分數的權利 然後呢 他會故意在班上 然後把他叫到研究室裡面去 那像這些種種的這些的不對等的關係 那今天這法官 他剛剛講說 跟他這個擁抱 那他拒絕了 就放開 那這個東西跟兩千零二年 催生性騷擾防治法的那個案例 就是超商 有一個人半夜到了超商去 剛好只有一個女生 一個女店員 所以就抱過去 就雄抱他親吻 搶聞 然後呢 後來那個女生大叫之後 他就沒有聞到他的嘴唇 所以就聞到他的臉頰 法官說 因為他只是聞他的臉頰 所以聞臉頰也是國際禮儀 所以這個跟今天的法官講說 喔 今天呢 他把他 雄抱 這個呢 也是屬於社會規範 我想是如出一策 所以從一九九四年 校園的性騷擾 到後來的兩千零二年的 所謂的 到後來有所謂的這個 搶聞幾秒鐘 摸豚幾秒鐘 我相信你都一個還記得 所以後來 怎麼沒超過三秒 不算性騷這樣子 沒錯 所以後來才催生了性騷擾防治法 然後呢 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我相信催生了 所謂的白玫瑰運動 是 就是因為一個小女孩 那他媽媽到圖書館去查資料 他在那裡 然後一個所謂的怪鼓 怪叔叔 然後過來 然後把他抱在 抱在腿上 然後用手指去對他性侵 然後後來開庭的時候 法官找了一個圓圓的一個阿姨 他有看到 法官問他說 這小女孩有沒有打 有沒有大叫 有沒有哭喊 有沒有抵抗 他說 圓圓的看不太清楚 他說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 所以法官說 因為這個小女孩 他沒有任何的抵抗 所以表示他同意 所以呢 才會引起群情嘩然 大家上街頭 然後發起了白玫瑰運動 也才會有今天這個所謂的是法官的改革 要求有所謂的平民法官 所以在這裡 這些整個歷史 也過了二十年了 非常遺憾 二十年過去 我們法官的性別平等意識 性別平等教育 到底上到哪裡去 所以今天法官還在那裡講說 欸 這些情節都不重要 而且更糟糕的是 今天這個不是一個刑事的案件 是一個職務法庭 在評鑑這個法官 到底應該要受到怎麼樣的懲處 所以這裡牽涉到的是職務法庭的定位 因為今天這個案子是評鑑委員 評鑑 然後把委員會送到這個監察院 然後監察院去把這整個事實調查非常清楚 所以予以彈劾 然後再送到職務法庭 職務法庭 它其實就有點像校園的性騷擾成立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校園的這個要成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委員會調查完之後 要送給性別平等委員會 所以性別平等委員會 必須根據調查委員會所認定的事實 來做他的懲處 送到校園會 校園會必須依照姓平會所做的事實的認定 去做懲處 所以同樣的職務法庭的定位 也應該是根據監察院所調查的事實 去做他的懲處的評論 而不是去把所有監察院的事實推翻 如果說他要推翻 第一個就是說 在職務法庭被害人是不會被傳的 只有被告被傳 所以今天只有陳法官在場 被害人是完全沒有被傳的 那所以呢 今天陳法官呢 陳志祥 陳法官也在這個媒體上表示 但是他就說 欸 這個被害者呢 他已經講得夠多了 他從前面的評鑑委員會 然後一直到監察院 事實講得夠多 OK 但是他說 因為在監察院所講的 完全在前面的法院的這個所謂的事實 就是在這個評鑑的時候呢 完全沒有提到 那這也就看 你當時的評鑑委員會怎麼問的 我們知道說 在法院問案 尤其在性侵害的案件的問案 通常會問你 會話少說 請你講 交代 時間 地點 發生什麼事情等等 所以我怎麼樣能夠繼續迷你去告訴你 因為所有的性侵害 或是性騷擾的這些案件 他是非常優微的 因為這裡面 如果說他今天是一個典型的性侵害 是一個陌生人 對你的性侵害 那你一定的 你的抵抗一定非常的大 然後你一定是 你有所謂傷痕等等 可是今天問題是 是你的長官 或是是你的家長 或是你的老師 或是你的親人 你能夠用那種非常激烈的方式去抵抗嗎 因為你還要 明天還要過活 你明天還要上班 你還要長期面對他 所以你一定會用一個非常優微的方式 不去損傷對方 能夠維持關係 但是我又能夠脫逃的方式來處理 可是等到事情發生 你叫我去證明 我曾經激烈的抵抗 我怎麼證明出來 但是法官的觀念 就只有典型的被害人 跟典型的加害人 是 他完全看不到這種所謂的權勢不對等的這種關係 這件事情其實可以兩種解讀 對於這個陳審法官來講 他認為說 他這個叫司法獨立 應該獨立於社會 獨立於輿論之外 可是對更多人來講說 當臺灣社會的性評觀念 已經走到二零一八年 還是有很多法官停留在白二級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很多人對這一次是群情嘩然 前法官陳鴻斌被指控對女助理性騷擾 卻不用拔掉法官職務 這一題在立法院也成為焦點 面對立委執行 司法院秘書長呂太郎直言 判決的確不符合社會期待 那麼在法官內部也有非常多的不認同 可見這樣的一個結果 並不符合社會的期待 那麼對於司法院要求法官 言行應該以更高的標準 來謹慎從事 這樣的一個標準也是不符的 對於主法庭判決 同樣無法接受的 還有陳鴻斌在審核議庭中 唯一的女法官謝敬慧 她是唯一一個認定陳鴻斌必須要維持原判決 唸除法官職務的人 但最後判決結果 則讓她感到難過 決定要辭去職務法庭法官的職務 而法官協會也發出聲明 認為法官必須要有高道德標準 不容有類似的事件在發生 陳鴻斌的判決是否合宜 當初彈劾陳鴻斌的監察委員 則認為前後判決落差過大 職務法庭組成也有疑義 將會在受到判決書後提出再審 陳鴻斌的事件不斷延燒 由立委也強烈建議要修正法官法 在職務法庭引進外部委員 以提升多方的監督力量 以解除長期難以淘汰 不適任法官的陋席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來看各界怎麼樣看待這一次 所謂的不用免職 只要罰款的判決 何怡婷陪審法官 謝敬慧 也就是憤而怒辭的這一個法官 他說難道職務法庭要告訴 全中華民國的國人說 這樣的行為法官可以繼續做 法官是可以性騷擾人家的 只要罰錢就好了 難道我們要告訴 社會是這個訊息嗎 但何怡婷的受命法官 陳志祥說 陳鴻斌是試圖發展婚外情 可是沒有成功 因此沒有嚴重到要剝奪 他法官的身份 法官可貴之處 就是不用迎合輿論 要迎合的話 那輿論來判就好了 婦女心知說呢 司法體制難以自律 不但沒有實現性別正義 更成為社會的笑柄 失去司法的威信 司改惠說呢 法官呢 利用權勢對助理騷擾呢 這次判決的訊息是說 小事啊 罰錢就好了 因此要向監察院提出陳述書 要求監委提出再審 司法院的秘書長說 確實是不服期待啦 那能不能再審呢 這個五院彼此獨立 因此請教陳律師 接下來可以怎麼做 接下來當然是 我們今天有提出一個陳述書 希望監察院可以就這件事情提起再審 那當然我們還有希望 就是可以透過這次的事件 那成為一個法官法修法的契機 就是可以改變 就是法官內部 就是目前有欠缺性別意識的問題 那我們最初步的規劃 是希望能夠在職務法庭裡面 引入外部的聲音 不管是專家的學者意見都好 或者是直接讓人民去參與 參與那個職務法庭的審判 我們認為都是一個解決目前現況的方式 因為目前的現況職務法庭的組成 其實是有五位法官來組成職務法庭 那我們很難去期待說法官能夠 就是對於法官的這個性騷擾案件 或是其他的案件能夠公正的去審判它 因為畢竟在法官裡面 他有可能有齊別的壓力 可能有同儕的那個人情的壓力 那他可能會在審判的時候呢 就是他在判斷上 可能會受到這些的影響 他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公正的評斷 那就像這次的事件一樣 會發生說大家就是認為說 是有一個觀觀相戶的行為 那老師我們也許回到這一次的情形 那我覺得恐怕在各行各業 各個職場甚至校園其實都是一樣 很多很多有權利的人不認為這有什麼大不了 我覺得這個陳法官做了什麼事呢 熊抱人家要求牽手 然後呢跟他講說 你要續聘了喔 我有決定的權利喔 我老婆今天不在喔 他帶小孩子去玩了喔 我今天是free的喔 明天你要考試決定要不要有工作了喔 今天晚上我們可不可以去正大散散步啦 然後呢忽不然就 你到後面來做啦 然後就給人家親下去 然後呢買個相機說 走我們去山上來查看看啊 這個相機好不好用啊 準不準確啦 這種透過植物 牽手 勾肩搭背 熊抱 牆吻 甚至息胸摸臀 在很多人認為說 好像也沒什麼 不值得去摧毀一個功成名就 經過數十年努力 達到一定社會程度的一個重要人物 從這個法官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職務法庭認為說 其實沒那麼嚴重呢 第一個 就是說這三件事情呢 只是所謂的口頭糾纏啊 然後他馬上行為就是停止了 沒有繼續下去啦 所以上屬輕微 再來呢 他之前表現還不錯 每一次老師 老師抓到說 他教學認真啊 他同事關係很好啊 怎樣怎樣 以前表現很好 然後呢 以後呢 的行為跟這一次無關 而且他深具悔意 痛哭流涕啊 抄佛經啊 幹嘛有的沒有的 因此呢 沒有搞到說 一定要他所謂的身敗名裂 然後呢 要他不能再擔任原本職務 不但持續所謂的行政職 還有終身不得再擔任相關職務 有這麼嚴重嗎 我覺得當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當一個法官他具有高度 高度的一個權力的時候 他的影響所及 甚至一個高等行政法院的一個法官 他今天可能涉及到非常公務人員 行政系統 涉及到性騷擾事件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審判的一個結果 所以如果說他自己個人都可以接受 所有的這些行為都變成 只是一個叫做所謂的企圖 這個所謂的試圖發展婚外情 所以表示今天 在一個司法系統裡面 對婚外情這件事情 只不過是nothing 這沒什麼料不起的啊 大家都可以來啊 因為這個你只要企圖發展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我們剛剛特別講的 當今天你用了你的權力 所以你明示暗示 你都不斷地強化你自己本身 你的行動上 你的行為上 你甚至已經涉及到性騷擾防止法二十五條的 可能是一個叫做觸摸罪的一個問題 可是在這麼多的一個一個過程當中 當法官沒有辦法以他個人的操守 甚至我們還可以原諒他的一個試圖婚外情發展這樣的藉口 那我覺得那今天法官個人的一個操守道德 沒有辦法嚴格把關的話 你如何去看待外面的事情 是 所以我也覺得當今天性別意識 一個可貴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 當一個國家在一個所謂的性騷擾 他是一個叫做人權的一個概念 如果我法官沒有辦法 站在一個人權的一個標準之下 去做一個合理的審判的話 那你今天你又何來一個所謂的一個公平跟正義 法官在臺灣當然有風行草眼領頭羊的這角色 如果上梁歪成這樣子 我們又期待說我們的性評如何能夠進展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真的相信說 那些人的臺灣補 那些人的臺灣補 如果我們對性騷 要是這麼的輕重的話 那會不會使得性輕的問題更加難以收拾 傳出來更嚴重的情形是 高雄某一間國小的體操教練 長期性輕小學的女選手 終於在上個禮拜爆發 而這件事情呢 恐怕最早是要推到二十一年前 其中有一些受害者 遭到這名教練呢 長達十年以上的性侵 我們來看看 美國體操隊對於性侵案 多位體操選手出庭 勇敢說出過往傷痛 現在臺灣也有體操選手 受到他們勇氣鼓舞 決定站出來 控訴從國中時期就遭到體操教練性侵 有網友在社群媒體貼文 寫下近千字的血淚史 表示自己翅膀被一度認為是負責的 父親的教練給折斷 據時寫下性侵受害經過 高雄教育局也證實 確實收到民眾陳情 高雄教育局收到陳情之後 立刻通報檢警 受害人指控是高雄某國小的良性體操教練 並且附上報案三連單 還有婦產科的就醫證明 強調是教練帶她去驗孕 發生在民國九十一年 當時也才剛上國中只有十二到十三歲 並表示受害者不止一人 高雄地檢署已經展開調查 目前已經有兩名受害女學生出面指證 高雄地檢署也表示 已經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釐清是否還有其他被害學生 雖然案發距離現在超過十年 但強制性交的追溯其實二十年期限 如果有其他被害人也希望能夠出面指證 記者綜合報導 強然人本其實長期在關心 校園這種性侵性燒案件 絕對不會是個案吧 不會絕對不會是 而且目前也不是個案了 而且她 因為她的時間很長 更何況她在學校任教的時間 其實超過快二十多年嘛 所以應該不會只有一個受害者 而且每個受害者的時間 可能都是不止一年 也不是一次 那這次有人出面來講 因為她已經是成年人了 我相信也是因為整個 一方面是全球國際的風潮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事實上跟校園信息有關的案子 其實這幾年我們也處理很多件 而且媒體也很關注 那很多法令也有一些修訂 那這次的 我比較覺得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也希望能夠往這個方向 能夠我們制度上有些推動的 就是因為這次教育局 有特別呼籲 要能夠讓被害者可以出面 出面指控 出面陳述 而教育局會來負責這些後續的處理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處理很多案子 包括我們很多年前處理一個 那是一個老師對 我們當時知道案子是至少四個學生 那我們一聽他的犯案模式 我不覺得這個老師只會對這 只有這四個學生 而且他在學校又不是只有一年 所以我們當時特別跟教育局 跟學校討論說 我們需要讓這個事情 給學校的家長知道 我們必須要設法找到其他受害者 讓他知道說有人照顧他們 有人挺他們 因為他們那麼小 他們有時候連自己受害 他因為太恐懼了 他有時候必須要解釋自己受害的事情 他要解釋成老師可能是疼我吧 老師可能是為我好吧 甚至老師會跟他說 我是為你進行性教育 其實是幫他洗包皮 那對孩子而言 他必須相信這件事 否則他怎麼生存下去 所以他不會自己主動出面要指控 可是我們現在如果我們有機會知道了 有幾個孩子受害 而有可能潛在的受害者 我們應該設法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挺你 我們會幫你 不要害怕 不用躲起來 但是為了要跟教育局溝通這個概念 我們溝通很久 我們每個學校溝通很久 我說現在我要公告的 並不是說小孩的姓名 我要公告的是有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又可能什麼樣的特質 什麼樣的狀況 家長可以注意 可以來告訴我們 溝通好幾次之後 他們終於願意讓我們開說明會 而也終於還有其他的受害者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呼籲說 如果你是受害人 請你跟高雄市交易局聯繫 對 然後另外一個 高雄市交易局會保密 會輔導 會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也確切要呼籲說 高雄市這一次 因為是由市長也已經出面來說 市政府要承擔嘛 因為像這樣的事情 不會只有一個局處的工作 他是要跨局處的 是 我一直也一直 因為我們碰到案子當中 通常會想說他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有個專案小組 因為他需要的 真的是一個跨局處 整合資源的處理 那他裡面的所謂的專案小組 他裡頭有屬於教育事務的 又屬於社會局的 是 又屬於兒童保護的部分 是 他還要屬於 你要檢視 我們的環節出什麼問題 為什麼孩子沒有辦法 在他受害的時候說出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 都沒有任何跡象嗎 我們是不是曾經有什麼機會 可以知道 而有 而有我們這些 我要問的 重要他們去協助 探勸沒有做 難道受害的小朋友 不會跟他的同學 跟他的導師 跟他誰講 這是一個 難道其他的這些國小的老師 不會有一些所謂的發現風吹草動 一些意象嗎 難道行政人員 不覺得怪怪的嗎 就這麼二十多年過去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 要不斷持續追究的問題 我相信 到底楊老師也會有些看法 那我簡單說一點 我們的經驗 我的猜測 我的狀 我們看到的狀況 因為呢 其實孩子 在整個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成長過程當中 他滿自然把大人化成一邊 假使我們在整個 對待孩子的過程當中 沒有讓孩子覺得說 我們跟他永遠站在一起 不管你表現好壞 不管你狀況 我都跟你在一起 那孩子在反應上 他是把大人化在一邊 你們老師都會保護老師 大人都會保護大人 大媽是跟老師站在一邊的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沒有把握 他說出來會如何 更何況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不會有人告訴他說 身體自主權 所以有人告訴他說 這個沒有問題 遇到這個狀況 是他的錯不是你的錯 是我們不會責怪你 我們是會幫忙你 他沒有這個 他沒有接受過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他其實很難克服他內心的恐懼 葉老師 兒童的一個性侵害被害人 他最典型的部分就是說 其實加害人 他會用的是一個叫做 恩威病重的一個模式來做的 我一來我告訴你 其實我是多麼偉大 因為你今天能不能代表 學校去比賽 全部都超知在我 如果你敢表現不好 包含你隨便亂講話 我就讓你下一次 沒有辦法去比賽 他表現出我今天其實 擁有非常大的權力去影響到你 這是讓孩子他不敢對外求助 因為如果我遭我隨便講錯一句話的話 我有可能如何 他甚至也告訴你說 你看我對你最好了 我只有帶你出去比賽 我只有對你有身體上 有這麼多的一個接觸 別人都沒有 所以我是最疼愛你 那你只要乖乖的不要亂講話 那我下次一樣還會再帶你 當然如果你還是在一個 從小兒童的時候 你就是接受到這樣子 一旦又用權力去做一個叫脅迫 也用各種所謂的言語去誘惑你 對一個孩子他沒有辦法去分辨 我到底應不應該 今天這件事情的事實為何 他有可能嘗試的 要跟大人這邊來講明一下 那個老師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可是在過程當中 可能家長會認為說 人家因為教練是對你好 你像這次有機會去參加比賽 是教練對你的好 尤其我必須特別說的 因為像這種教練 他有非常大的一個權力 所有的選手的選舉 以及今天在解釋所有過程當中 都是教練一個人就可以做一個決定的 所以在這種找 而且他們因為是一個叫做技術指導 長期以來他有非常多的 一個身體知識的調整 甚至去說明他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接觸的機會 所以導致的被害人 其實在這裡面 他很難去做分辨 但是他慢慢的長大之後 他可能接下來就是恐嚇跟威脅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被其他的所謂的 其他的脅迫 有沒有任何拍攝裸造 而作為一種脅迫 這個都是我們未來可能都必須調查的 那我們現在二零一八年 有讓這些小朋友 有更多的籌碼 力氣 武器去保護自己嗎 其實目前學校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姓平慧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 所以不斷地在做宣導 也讓每個孩子知道 就是說其實你除了學校裡面 你是可以試圖去表達你的一個想法 甚至目前的孩子都知道一一三轉線 而這一點我也必須告訴 如果當你告訴一個大人 其實是沒有辦法得到一些幫助的話 你試圖必須找到更多的大人去幫忙你 所以包含一些所謂的一個叫做 對外的申訴專線 也是我們必須建構的 學生直接打一一三就可以 也可以 透過學校的輔導系統也可以 也可以 至少你要跟你的爸媽講 不過劉委員我要請教了 十幾年前的案子 那現在受害人挺身而出 當然希望不要遇到恐龍法官 遇到正常的法官 一定會被問說 當時你有什麼證據證明他騷擾你性侵你 所謂的舉證的困難 以及最後的判決審判過程 將會是什麼 當然我想事情過那麼久 在法院的一個判決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 但是有時候對於當事人而言 他其實所要的是一個公平正義 還給他一個清白 所以在這裡呢就會 其實我也處理過很多一些的性侵的案件 他們所要的就是對方反省跟他道歉 就是因為這些事情其實讓他非常的困擾 因為其實被害者官員會自責 會覺得是我哪裡做錯了 為什麼他會這樣對我 所以他會不斷的自責 不斷的自責然後覺得是他做錯 所以必須要有人告訴他 他沒有錯錯的是侵害他的人 而且侵害他的人 應該要真正的道歉 真正的反省然後來跟他道歉 我想這樣子他的傷害他的傷痛 才能夠得到平復 雖然在司法上有可能 如果說我們司法的這些法官 如果說完全沒有性別的概念 沒有人權的概念的話 那在司法的訴訟上是非常的困難 台灣的司法對受害人 特別是性侵性騷的受害人 還是這麼不友善嗎 一定要所謂的無罪推定 舉出強而有力的證據 否則加害人就是無罪的 因為這個部分也是我們一直在奮鬥的 也就是說因為依照法律的規定 就是無罪推定嘛 所以今天你要到法庭去控訴 你就必須要去證明有證據 是對方對你性侵 所以在這個部分就會非常的困難 就是我的證據的取得 那你只要證據不夠的話 他還是法官還是有理由判你無罪嘛 所以在這裡我們一直在講說 對於性侵害這種只發生在兩個人之間 而且可能時間長達非常的久 他的證據非常難取得的情況之下 那對於證據的認定上面 或是說這個部分所謂的無罪推定的 這方面有沒有可能是例外的處理 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性侵或者是性騷的專業法庭 我們有專庭 有專庭 那當然是專庭就是說 事實上就是法官他有受過這些性別平等的一個訓練 那當然他們可能會就是比較是能夠去傾聽 比較能夠去站在被害者的立場 或是當然法官必須要獨立審判 但是這件事情我們曾經去美國紐約州的時候 去跟家事法院的法官去談 我們就說法官老師講說 同情被害者不是我法官應該做的 我法官必須要站在一個客觀超然中立的一個立場 去做審判 那法官講沒有錯法官是獨立審判 而且是要超然客觀的去審判 所以他不能夠讀偏哪一方 但是一個具有性別意識 一個具有人權觀念 一個具有弱勢關懷的法官 他所做出來的判決 絕對跟一個毫無人權觀念 沒有性別觀念 不弱勢關懷的 這樣的法官所做的判決結果是不一樣的 喬拉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剛剛在想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案子應該還會進入性品會 他不會只有在法院 所以性品會應該是行政調查上面 還可以進行工作 那另外一個是我是覺得說 我們每一個人要對孩子 跟對女人夠善意 因為我們遇到很多 就是他本身受 就私生性騷擾的一些女學生 他可能其他老師看到他的眼光 是覺得說是你這個女生去勾引男老師 還有這種責備 這種被害人的這種狀況 那在這個環境下 小孩要怎麼敢告訴你 什麼還怎麼打擾 公視家 線上收看 精彩不間斷 時間自由選 地點不極限 網路影韻串流 讓你娛樂隨時有 公視家戲劇系列 我要做給你聽聽聽聽 現場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怎麼樣 做不做 熱門跟播經典重現 最強悍的追劇神器 公視家紀錄片系列 好 熱門跟播 觀點獨立 一體跨界 最多樣的紀錄片平台 公視家兒少系列 啊 這樣 智慧知識的能量 有沒有比較穩定了呢 嗯 有比以前好 輕鬆學習 多元思辨 欲教於樂的兒少天地 公視家4K超高畫質系列 4K經驗 好事無限 最超值的家庭劇院 馬上搜尋 公視家 長大原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活出自己的人生更加不簡單 我的人生不一樣 紀錄一群照亮自己的人生 也感動他人的正向力量故事 捐款600元 獲贈 我的人生不一樣 書一本 想請可掃描QR Code 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2000-9 可愛的小動畫 創意的大集合 認識動物的特性 演出趣味的故事 優質 幽默 好歡樂 3月13號起 週一到週五下午5點 動物哇哈哈就在公視頻道 我記得 是 你 你 有 你 有 過 過 你 有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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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